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下中共的流浪气球的最新动向 现在呢 这个气球呢 已经被美国击落了 实际这个情况呢 跟我今天早上发的那期节目 讲的呢 都差不多 跟我的预测呢 也差不多 就是我说呀 美国应该不会在它本土来击落这个东西 应该是等它到了海上以后啊 再想办法呢 把这个气球击落 或者是回收吧 那么现在来看呢 是击落了 当然上一期节目里头呢 我谈了一些可能性啊 但是我在里头主要是说的呢 实际这个东西的啊 政治操弄呢 大于它的这个实际的军事威胁 我想啊 这个观念呢 大家是认可的 那么今天拜登下令把这个气球打下来以后呢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拜登呀 确实很狡猾的 实际这个气球呀 进入阿拉斯加 进入加拿大 进入美国 他们应该早都知道了 但是他就要等着这个气球呀 从美国上空呢 飞一遍 然后把美国人的情绪调动起来 然后再把它打下来 这完全是一种政治操弄 就是借着这个事情呀 在美国国内呢 拉起一股反共的浪潮 然后他们打反共牌的时候呢 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那么现在看来啊 他们这个气球呢 还是搞成功了 然后昨天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呢 中国这边的五毛粉红呀 那很是激动呀 说中国这个飞艇啊 绝对是个高科技的东西 这飞到美国上空呀 美国怎么办 对不对 他敢不敢打 问题是他能不能打下来 这是昨天五毛粉红涨的最多的 他们的理由是啥呢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实际这就是个高空侦察气球的一个示意图吧 那么现在这个报道说啊 光这个气球底下的这一部分呢 就有三辆校车那么大 实际他上面那个球体啊 应该更大 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东西 所以五毛粉红就说呀 这个东西啊 一颗导弹打上去呀 就是打一个窟窿 这个球根本就掉不下来 就是要掉下来啊 要等这个气慢慢放完以后呢 他才能掉下来 讲的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侦察气球的飞行高度呢 是在两万四千米到三万七千米这个区间 然后战斗机的飞行高度呢 是两万米 商用航空的这个飞行高度呢 一般是在一万两千米 所以他们就推测啊 你这个战斗机最多飞在两万米 但是我们这个气球呢 是飞到了三万七千米 在两万米高空呢 你发射一个导弹 你也打不上我们的气球 所以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气球呀 在你美国上空呀漂流 这是昨天五毛粉红讲的啊 但是我在那个节目里头啊 我给大家也说了 就是这个气球最早发现的时候呢 是在蒙达达州上空的一个 商用飞机上面的乘客发现的 实际当时那个高度呢 应该就是一万多米高 所以才能被商用飞机的乘客看到 所以国内五毛粉红呀 在看这则消息的时候呢 我认为他们有一个乌龙 就是国外的报道呢 说是三万多英尺 他认为这个气球的高度呀 当时是三万多米 我觉得基于这个呢 他们也做错了错误的判断 然后昨天外交部 还有有关部门就说呢 这个气球呀 是一个商用气球 主要是做这个亨颜用的 属于民用 实际这呢 也是自欺气人 所以昨天在国内的很多评论里头啊 五毛粉红就说了 这就是军用气球 就是去侦查美国的 他们自己呢 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美国方面呢 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计划 就是看着你这个气球呀 从蒙大南一路向西飘 然后飞过了南卡 然后到了这个南卡的海面上以后呢 快F22升空 然后发射了一颗导弹 就把它打下来了 具体说击落气球的这个高度呢 大概就是在一万八千米左右 这个也是在战斗机的打击范围之内 那么美国把这个气球打下来以后呢 中国那边的评论呢又变了 我看的也挺有意思的 五毛粉红就改口了 就是说美国凭什么打这种民用航空器 在国际上面有先烈没有 那么以后美国的同类的东西到中国来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我们也要实行反制的措施 哎 讲的这个话啊 就让人感觉呀 昨天还很高潮 今天呢 突然泄气了 昨天搞了那么多假设 结果现在呢 一颗导弹就把它打下来了 当然他们也会自我安慰 他们在算这个账嘛 说美国这一枚导弹呀 得六十多万美元 这个战斗机起飞一次呀 又都花多少万美元 然后我们这个气球呢 可能还不到一万美元 你看美国的损失多大 那么按照这个来说 我们以后就往美国呀 多放一点这样的气球 去消耗他们的资源 所以他们讲的这个话啊 让我听得呀 非常的可笑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气球被击落以后啊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啊 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 这个外交部发言说呢 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 袭击民用无人飞艇 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中方经核实后 已多次告知美方 该飞艇属民用性质 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 完全是意外的情况 中方明确要求美方 以冷静专业 克制的方式妥善处理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 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 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 在此情况下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 明显反应过度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中方将坚决维护 有关企业的正当利益 同时保留做出 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这话讲的啊 你听起来还是比较强硬 但是里面呀 他有几个用词呀 我觉得呢 他心里头呢 还是有点发毛的 他这里头说嘛 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 克制的方式呢 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也有点服软的意思 因为这个气球啊 就跟我昨天说的一样 美国不可能看着他飞走 肯定要把他搞下来 然后要把他那个设备呀 进行一个检测嘛 看看里面有啥东西嘛 对不对 假如说检测出来了 你这里头就是有一些间谍数据 那么你就逃不掉 你是间谍卫星的嫌疑嘛 或者美国就是没有那个东西 就是说你是间谍卫星 你也是百口难辩嘛 因为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 很容易找出呀 这个气球呢 就是军方造的 而且现在网上有人扒出来了 这个企业呢 就是部队的一个下属企业 所以这个间谍气球的这个名声呀 是逃不掉了 那么有关这个事情的评论呢 我觉得叼盘强胡锡进讲的啊 挺有代表性的 那么后面呢 我把胡锡进的这个文章呀 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 胡锡进是这样说的 美击落流浪气球 想以此证明美国最终胜利了 胡锡进说啊 美国使用战斗机 最终击落了中国的失控民用飞艇 中国外交部今早对此 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美方实施击落时 这支失控飞艇 已经随气流 飞出了美国南卡罗莱纳的海岸线 并且降到一万八千米左右的高度 美国不让这个流浪气球就这么飞走 而是动用最先进的F22战斗机 发射导弹将其击落 是要制造一个美国胜利了的结局 过去两天 美国把气球事件炒成头条新闻 搅动整个美国舆论和震摊 故华盛顿需要以这种方式收藏 报道说美国出动了多架战斗机 参与这次击落任务 他们应该对一举击落它缺少明确把握 但是击落的过程很顺利 美媒称只发射了一枚空对空导弹 视频显示 气球在遭到攻击后 形成一个气团 然后迅速下降 拜登总统在气球被击落后 马后报式的对公众说 他早已下令将气球击落 但军方主张 待他飞到宽阔水域上沟后再动手 之前五角大楼一直重点强调 该气球没有对地面造成人员或军事威胁 也没有透露已经做出击落气球的决定 气球被击落后 美防长奥斯丁的调门也变得更高 声称这支误入美国上空的气球 对美国构成不可接受的侵犯 美国舆论和政坛热炒气球事件 并最终将它击落 显示美国没有能力实事求是地对待一起意外事件 一定要将它政治化 美国两党相互攻击的格局 决定了一定要拔高事件的意义 使栽赃和强硬占上风 这个国家已经整体上失去了客观性 中国就在与这样一个不用喝酒就醉醺醺醺的美国打交道 承受它因内部争斗 不断发生并外溢到国际舞台上的敌意 这是胡锡进的文章 大家体会一下他最后再举一句话 确实讲得很有意思 把美国的这个情况实际放到中共头上的比这个更合适一百倍 那么有关气球事件我想不会这么快的结束 因为这个气球被打捞上来以后 还要看看里面的数据到底有啥东西 然后美国这边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操作题材 然后我们还要看中共那边有啥应对策略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后面还有一些瓜 值得我们大家一块来吃吧 好吧有关这个事情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谢谢